大陸方面已经公布一个军演 说十二到十四号在东海 进行一项军事演习 然后呢 这个民进党马上就有律委就说 解放军没必要刷存在感 这对两岸毫无帮助 要有良性互动 意思就是说不要冲着赖清德 这真的有所关联吗 那解放军要怎么回应 大家等着看 当然因为我们知道 在这三组候选人 现在赖清德大概是 就被关注的程度是最少 就是媒体报道是最少 那可能跟他自己的战略 有点关系 他希望维持这样 平盘三十五四十四十五 这样慢慢 不要有太多争议 我觉得他的选举的方式 大概就比他低调 少犯错 少犯错 反正你们 少犯错就好 对你们再也 这三个人你们去厮杀 没关系 反正我只要不犯错 然后就可以获得胜险 大概他的战略是比较这样 可是这一次赖清德 因为我们知道 大概八月跟九月 就是这几组候选人 被观察 你有没有国际视野 跟两岸的处理能力 就是这个时候 因为前几次考见的 试题是很多 就是说你对于财务 对于财政纪律 对于治理地方 后到中央 你有什么能力 可是里面有一个 很重大的关键 就是你的处理国际能力 跟两岸的能力 那这个时候就是 刚好八九月 结果这试题就出来了 所以你看 侯友去日本 侯友接下来要去美国 柯文哲考虑要再去美国 那就是说大家都在 都在展现 这个就是较劲了 那对赖清德来讲 他本身会吃亏一点点 因为他是现任的副总统 他很多地方就没办法 像其他人那么自在 人家是一个地方首长 他去哪里 没有什么限制嘛 你说比方说华府 华府哪里他没有限制 他就是一个地方的嘛 柯文哲现在也没有什么关键 他去哪里 他也没什么限制 那赖清德就有 所以赖清德很积极想起表现 那当然因为他最近有一些话 等于说很不得体 出入了很多人 他自己到目前为止都莫名其妙 其实他最大的关键 他不晓得美国跟中国大陆的态度 正在改变他不晓得他以为还是 还在像以前那种反送中时代 哇两边水火不容 他完全不知道 所以现在台湾很多媒体就很纳闷 就是说你赖清德也在美国练过书 那你怎么会有这样 你是不是跟蔡英文的关系不好 蔡英文的蔡英文再怎么查 他至少还有一些外交团队嘛 你要嫌疾他应该把一些外交团队的人交给你啊 那这些人就会告诉你 现在的局势已经不一样了 你怎么会傻到说 台湾老百姓你们要投白宫 还是要投中南海 台湾的总统要进入白宫 我就削减他 一进白宫 要先志工 对 你这个害了美国都害怕了嘛 那我觉得说赖清德一直想说 我在这里面要大展身所 因为我们知道过境都是假的 真的你巴拉圭不重要 巴拉圭随理你啊 美国那才是重点 美国才是重点啊 在美国可以见到谁 规格在哪里 对不对 那你看蔡英文那时候很得意 蓬佩奥到台湾来跟他对谈 结果当天就停电 他就不敢报导 又大停电 你还报导你跟美国人在那边 有说有笑你就死了 所以蓬佩奥那一次来有点欧拉 那大家可以看到了 就说其实是花很多钱买的 现在因为我们事后都知道了 那赖清德这一次他想去展现 可是发现处处都被撤走 他美国这个不能见面 那个不能来 你跟台商 跟台独的那些团体会面 参聚 大家喊赖总统怎么样 那些花片不能流出来 美国还规定他这样 要低调 要很低调 你不要 闭门式的 对 因为你有这些动作的话 你在刺激中国大陆 你给我制造困扰 我现在正在安排跟中国大陆 要不然雷蒙多 为什么要再三的讲说我要去大陆 那其实这些都是考验嘛 那当然最主要的考验就是 习近平跟拜登到底会不会灰辨 这个球在习近平手上 我不灰辨就不灰辨怎么样 我又不像你要改选 是不是我才刚当选的 那有这一些其实对赖清德来讲 都是一些不确定因素 那他们希望 如果赖清德这选举 中国大陆有一些动作 会不会帮他们选举有效 因为他们最期待这样 可是你如果 巴不得最好解放军有一些动作 可是过去是这样 到了七年就不一样 七年培洛西来 解放军的阵仗非常大 结果年轻人不投票了 不投票给民进党了 这是跟他们过去 从李登辉时代那种 那个完全不一样 只要过去中国大陆解放军 动作越大 民进党或独派的选票越多 可是七年不是这样的 所以今年民进党 如果还有这样的期待的话 搞不好会算错了 好 那我就好奇 那所以蔡委员 您认为解放军会如何回应 这第一点 第二点是 现在绿营还有包括 所谓的国安人士 还要释放一个消息 就是说你看 其实中国大陆已经是 针对赖清德 要出访这件事情已经开始做动作了 拉拢中南美洲的媒体发动负面文宣 这有可能吗 中国大陆要这么做 我觉得民进党的国安团队水平那么差 什么叫做中南美洲的媒体 中南美洲的媒体 台湾有几个叫得出来 中南美洲只有一个国家 跟台湾有来往 就是巴拉圭 其他的四面 巴拉圭的四面 整个南美洲里面 通通跟中国大陆的关系非常密切 不要讲那个土地很大的什么 巴西 阿根廷 智利 秘鲁 玻利维牙 你点得出来都跟中国大陆很好 只有一个巴拉圭 跟台湾 因为美国的关系 压着他跟台湾保持一个交易 那我就问大家一件事情 中南美洲 这些其他的巴拉圭以外的国家 有人会讲赖清德的好话吗 不会嘛 再来 这还需要中国大陆去做什么吗 再来 这一次的巴拉圭的总统选举 所谓的亲美跟亲台的 这位总统连任成功 他跟那个在野党只差一点点而已 那请问你 他在野党的媒体会说好话吗 他当然拿这个来修理你执政党的 他看你在就职 他心里不爽 修理你嘛 这哪需要去什么收买 大陆他会没事干 你管什么中南美洲媒体要写什么吗 是 所以 对大陆 我就不客气讲啊 大陆的这些网民 搞不清楚中南美洲有些什么媒体 跟报纸 台湾就更不用讲了 不要说中国大陆跟台湾的媒体 搞不清楚中南美洲什么媒体 你讲什么 连美国都搞不清楚了 这个根本就是一个 所以放这消息干嘛 他就没事干 没有 他们现在所做的事要塑造什么 耐心得出行是一个很壮烈的举动 你看大陆多关心 又来这个军演 大陆如果要军演 不跑到台湾周边来军演 跑到东海去干什么 东海不是在对准日本的吗 跟台湾什么关系 你民进党搞这么久 你不晓得东海离台湾很远 不相信你到钓鱼台 都要开很久的路 所以我觉得很搞笑 太阳心全校客废 有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客废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客废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片的国际研究证实 客废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客废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美负担 每日客废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Go健康下单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选口